大家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热门股票 巴克莱看好周期股的反弹,关注未来经济数据与财报季 美联储降息50基点的影响,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引发全球市场积极响应 除美债外,几乎所有资产均大幅上涨 巴克莱认为此举凸显了美联储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决心 对周期股的看法,巴克莱建议投资者避免做空周期性的股票 认为在美联储支持经济软着陆的背景下 周期性股票有望稳步反弹 特别是如果经济数据支持美国经济反弹 这些股票的上涨阻力将最小 市场预期与美联储预期 市场普遍预期,未来还将有更多降息 但巴克莱认为当前定价可能过于乐观 若经济数据良好 美联储可能不会像市场预期那样大幅降息 周期股的投资价值 周期股目前估值具有吸引力 且历史上在四季度及美联储降息周期后表现良好 巴克莱指出 周期性股票的反弹可能会让许多投资者感到意外 关注未来经济数据 随着美联储首次降息成为过去 市场应重新关注基本面 下周公布的9月PMI数据 即即将到来的第三季度财报季 将提供更多关于美国经济短期走势的线索 三季度财报季的潜在影响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三季度财报季存在下行风险 但巴克莱认为 如果PMI稳定且经济活动持续反弹 投资者可能会忽视近期的收益风险 特别是考虑到夏季以来市场对三季度收益的预期已经降低 英伟达中国特供芯片H20停售传闻再起 英伟达中国特供芯片H20停售传闻 近几个月来 英伟达为中国市场推出的特供芯片H20可能停售的传闻 在业内广泛传播引发关注 经销商反馈 有经销商表示已无法下单H20芯片 且部分中国的经销商不再接受H20订单 但仍有渠道商表示可以接单 英伟达对此传闻未予以明确回应 市场反应 受停售传闻影响 英伟达股价上周五出现波动 H20的芯片背景 H20是英伟达为遵守美国出口限制 而推出的中国市场专属AI加速器 基于Hopper架构 性能较H100有所降低 市场表现 多位从业者用鸡肋形容H20芯片 认为其关注度较低 但价格不菲 然而近期仍有大批的H20到货 超出市场预期 政策因素 投行报告称 H20芯片可能在美国10月审查 半导体出口政策时 面临销售禁令 可能导致英伟达损失120亿美元 产业链反应 产业链内多方人士均表示 对H20停售传言有所耳闻 并关注其命运走向 部分经销商可能猜读 H20是否会停售 以决定接单或加价出售 未来展望 随着往年政策发布时间的临近 H20芯片的命运或将很快揭晓 台积电与三星有意在阿联酋 投资价值于1000亿美元的芯片项目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两家芯片制造巨头 已经讨论在阿联酋 建立大型工厂联合体 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整个行业 并成为中东人工智能投资的基石 阿联酋正在讨论这种规模的项目 涉及可能包含众多工厂 总耗资超过1000亿美元的综合体 看到这里老板 今天留下两个字 特供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前三期节目呢 分析了这个列表的上边的一些图表 我们继续分析一些重要的 T3Q 它的周线图呈现出一种偏震到上行的走势 那么过去几周我们关注的是 收敛三点形内部K线的选择 在本周周线K线选择了向上走 对吧 选择了向上突破这根下跌的紫色的趋势线 那么这样的话 多头应该重新进场做多 市场呢 有望再去测试上一波波段的高点 对吧 因为降息落地后啊 市场选择了向上 而没有选择向下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那目前空头的日线K线 表现还是比较疲软 因此呢 假设多头 稍微强势一些 好 我们看一下微软 微软的周线图 本周也是阳线 是吧 和我们的大盘表现一致哈 因此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看这个周线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稍微有些横盘哈 那么后续呢 有可能继续涨啊 有可能继续涨 因为空头呢 必须得在竖直方向上去 形成强劲的K线 那么很显然近几周呢 是震荡上行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的周线图呢 一直往下低哈 那么这样的话不要去做哈 最近的他的消息面呢 并不是很乐观 所以呢 这个对吧 技术面也看着不是很乐观哈 你看这个图呢 从历史上 他可以上也可以下 而且都比较比较极端哈 你看 长得还挺好 跌得也很快 最近也是哈 最近的一年多了也是 长得很快 跌得也很快 那现在呢 又要跌下去 所以这个图表的这个脾气啊 不好把握哈 有时候 好 这个是周线图 给你的感觉 还是要跌 我们看一下 美国航空 AL 这个图表呢 我们啊 今年以来很少去分析哈 因为它没有 强劲的质地啊 所以这个航空股 最近都有点 稍微有点问题哈 是吧 这个图表呢 看看接下来能不能在这指跌吧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线再画一下 你看 它还在趋势线下方呢 这么去画的话 是吧 这个周线图呢 感觉多头呢 也不是说太强势哈 这个多头啊 对吧 不要去做了哈 我们看一下BRK BRK的周线图 看裸图 BRK的周线图呢 过去三周啊 包括本周 回撤了一下 本周呢 有止跌的这个迹象 是吧 所以多头要关注 新的一周啊 这里进一步止跌的情况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日线图呢 我们其实在 本周早期的时候 提醒过大家 这个位置有可能 有一些止跌的 一个可能性 因为啊 这个黄线啊 这根黄线 是一个直升区嘛 你看 本周五根K线 都往上弹的 空头的力度 明显减弱哈 所以这里 稍微震荡之后呢 或者是稍微 再给一个洗盘 也可以接受 后续呢 应该还是要往上看 是吧 好 这是BRK 我们看一下PayPal 网友问 PayPal这个抄底之后 怎么看呢 继续往上看呢 你看本周的周线K线 是大阳线是吧 大阳线应该继续做多 上周我们复盘的时候 发现空头比较弱时啊 那这周你看 所有的人啊 都看到了 上周空头太弱啊 这周所有人都去做多了 是吧 你看 本周的周线 是一个漂亮的阳线啊 好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看上方这些阻力区 也就是说啊 历史上这些套牢盘 怎么反应了 那多腾呢 应该把这个 紫色的圈线画好 继续守好它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回踩了一下 这第一 在本周应该继续做多 是吧 嗯 那么日线图在 周五这天呢 空头也不强啊 你看 周五这根日线呢 跌下来又弹了起来 这样的话 更像是一个上涨冲击啊 继续看涨 嗯 这是超底类的股啊 说后期会怎么样 谁能知道的 你看他历史 直高高的双向运动 你说这次会不会直高呢 不知道啊 会不会又震荡呢 也有可能啊 为什么 这套牢盆都嘛 也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 这只是一种 这个这个说啊 什么都有可能 这只是一种啥呢 一种思路的灵活 对吧 而我们实际在做的 就是沿着我们的趋势线去跟进啊 用波段交易的思路去做 这两个并不毛子的啊 你必须得明确跟他们说啊 否则有一部分人 他还是只听半句话 这个我们的交易模式 这些具体的执行计划 他就听不进去了 这个 这类人呢 还是人数众多啊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也就只能放弃了啊 我们看一下ARKK ARKK的走势也还行啊 还行 那么周线图在这里 走了一个五浪洗盘之后 近几周呢 他也和大盘一样啊 浅跌 然后止跌 那么这样的话 还是有汪往上走 对吧 有汪吧 那么他横盘 目的呢 就是洗盘吧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 PayPal那个图啊 熊市之后横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 PayPal刚才这个图呢 也应该以波段交易为主 但是呢 他似乎好像多头更猛一点啊 比这个 ARK 这个相比ARK而言 对吧 ARK呢 有可能进一步涨啊 把这高点这画一个阻力去 这是周线啊 看他周线就够了 看日线 日线公图也不是太强 是吧 他有没有可能再跌回来 你看 我又得说 有啊 但他跌我 跌破我们这根黄的趋势线了吗 没有 是吧 说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得要看到 看到跌破我们的趋势线 不跌破趋势线都假设是上涨的停顿 我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的周线图和大盆也是一样的哈 把这根紫色的上涨之前画好 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之前是关注这个手脸三点形 他是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选择向上 目前是选择向上 那我今天呢 再调整一个线条 把这个线条干脆就调到这儿再得了 行吧 把这个紫的趋势线呢 往上调 它跌下来我们自然就会减仓啊 没跌下来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这么一画就可以了 估计刚才那根线又没有同步哈 那我们再画一个吧 把它画成黄的 行吧 啊 这黄的 有时候也不是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紫的这根上涨的趋势线 最贴近于当前运动状态的趋势线 更有效 呃 BRAC这个图片我们这两期前两期节目说了一下 大家感觉去可以去看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周线图 英伟达的周线图实际上本周空头怎么样 弱势啊 多头强势吗 不强势 那那市场是什么情况 横盘十字星K线 我们最讨厌的K线是十字星K线 但是啊 对于龙头股来说出现十字星K线 我们第一预期是什么来着 是多头 对吧 后续我们还是要看涨 为什么 因为空头的反攻不够强势哈 再看这根周线 这根周线传递的感觉就是空头不够强势 只要空头不够强势 我们就应该假设多头更强 我们特指英伟达啊 因为英伟达是科技龙头股 大家再感受一下多空的强弱 多头强 空头中等强度 没有跌破地点 多头又起来了 那空头跌不动 是吧 小空头 说小空头一定会弱吗 那所以说呢 下一根K线也比较关键 但是啊 在出现下一根K线之前 多空双方看到的是什么呀 多头看到的是 哎 你你你有点弱呀 那我下周我尝试做多再试一下 哎 所以下周还是有可能再试一下做多的啊 啊 有人说 空头 啊 空头也会觉得啊 你多头怎么这周也不行呢 那我下周再试一下做空 所以呢 十字星K线啊 就传递了一种均衡的博弈状态 接下来呢 多空双方还要再尝试一下 才会选出方向 是吧 因为空头觉得周线级别MCD还是一个死叉呢 这里还得带震荡 所以他还想做空啊 那有一部分多头认为 哎 你这死叉这么半天 还是一个横盘 那干脆还是要做多好了 你看 就形成了这种僵持 嗯 对吧 收敛三点形的正好中间位置 僵持住了 僵住了 谁能够打破僵局呢 不知道 或许是一个消息面 或许是一个一笔资金 不知道 那我们能提前知道吗 当然不能 我们只能事后看一些蛛丝马迹 那现在有蛛丝马迹吗 没有 市场没有倾向 我看一下日线 能 日线在我们画的框里 窄幅的小震荡是吧 日内波幅才2%以内 小波幅 那市场应该怎么办 可涨可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其实是有倾向的 但倾向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倾向就是说 还是看多 看涨 为啥 因为它是龙头骨嘛 是吧 直到 后半句话又来了 直到它打破 改变我们的预期 用大阴线来不断的改变我们的预期 在没有出现那样的大个的阴线之前 我们的假设还是看多 首先呢 你得有一个倾向 是吧 其次呢 你得设定好 管理好风险 设定好止损 是吧 也就是说 它要看墙空 也可以呀 只要你做空的这个 止损位设定的比较小 设置的比较小 那你也没问题啊 没什么太大风险 是吧 那这个位置收两天上行 它可上可下 有网友说 这是一个头肩 或者说一个多重顶啊 你看 震大行情是什么意思来着 震大行情反映了市场的博弈的均衡 你可以看长也可以看空 只要你控制好你自己 那种模式的风险 你怎么做都行 是吧 按照你的模式来 对吧 那我们这里的模式是 看长 直到出现大阴线 我们在变 因为我们是滞后的 并不是能提前猜到 一切就有可能 这句话我挺爱说啊 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模式 和倾向 以及风控的是吧 他不是说只有思想 没有方案啊 没有计划 没有行动 那不是那样的 有的人天天有行动 就是思想没有啊 不知道怎么做 天天买卖买卖 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最后一看 哎呀 好在老天爷帮他 给了个牛市 要不然他早亏没了 是吧 所以啊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的周线图感受一下 特斯拉的周线图 我们在前几周 是什么想法来着 就这位置可上可下 是吧 哎 他上了 上的话 我们恢复看涨了吧 他必须得给我们倾向 我们猜 倾向 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倾向的 我们画了趋势线 我们按照趋势线的方向 在预测 倾向于上涨嘛 去测试200G 这个位置嘛 271这一带的阻力区嘛 是吧 我们说之前说中性预期是在这里无需震荡嘛 无需震荡呢 K线在这的时候不得往上走一走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这个位置横盘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犹豫 市场本身都犹豫哈 那选择了向上 那就继续看涨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紫色趋势线 不是一直画着呢吗 他没跌不过呀 是吧 趋势线就是我们的倾向嘛 我们的预测的方向嘛 虽然说市场一切也有可能 但我们的倾向是上涨啊 是吧 咱不是说没有倾向 就是说模糊的话 没有啊 是有倾向的 因为我们在观察K线 他到底要不要反攻 他没反攻 没反攻 我们就继续看涨 对吧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这两天 这个船要收购英特尔的部分业务 谁知道真的假的呢 说不准 你看他的周线图给人什么感觉 有时候没什么感觉 这就是一个窄幅的波动 是吧 这两周我们对高通什么预期来着 他有可能走这种窄幅震荡 或者说小波段的一个无序震荡 你看本周的周线 确实有这种感觉 是吧 冲高之后又回路 但本周仍就是阳线 是吧 你看周线即变 MACD也是个死场 所以说有一部分看前空的人 看大空头的人 就在这质疑我们 那我也没说他一定要涨啊 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涨不涨难输哈 反正现在多头 还是小多头 是不是 空头有点犹豫哈 周五这根K线 下影线太长 我们说啊 他一种中性的预期是无序震荡 说来是吧 市场一切皆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在那样的一个思维的背景下 我个人的模式是波段交易模式 看波段的选择 是吧 波段想怎么选就怎么选 他现在是选择了小多头 是吧 那会不会继续涨呢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看下一根K线是阳线还是阴线了 阴线的话那就麻烦了 这是涨不动了 阳线的话就是 对吧 你不能提前知道K线 但是你可以按照模式去简单的预测 是吧 预测 对吧 出现了下跌情况怎么处理 上涨情况就要怎么处理 对吧 是这样 那有的人非得看前空 那也有可能 你仅仅是有可能 未必 是不是 咱那么确定呢 有的人这个说话特别确定啊 咱那么确定一定会大空 或一定会大涨 不得了 这种人占主流啊 所以说挺累的呢 干这个行业挺累的 我们看一下阿斯麦尔哈 阿斯麦尔的周线图 给人什么感觉 也是偏震荡下行这种感觉哈 我们之前对 阿斯麦尔怎么看来着 是左侧先 假设是一个反弹 等到右侧再去做 是吧 我们说第四五浪非常复杂 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是不是复杂了呀 我们都是有理论 那些理论依据的 那些理论依据都是长期观察 得到的一些辅助的规律 或者是工具 思想 方法论 对吧 那么这个图能贸然的看强多吗 不能 我们对半导体内部这些科技股是什么 他就来说比较分化 要每一个股单独去看 是吧 都没有笼统 都是就叫因果而易哈 单独去分析 你看他的日线 这边又有点下来了吗 所以说这个能不能上去呢 不知道呢 我们在下地讯上的下方 假设是反弹 直到出现突破浪 再回踩止跌一下 那即便有突破回踩 也不一定能止跌哦 你看这个高通 这里虽然有点止跌迹象 但它可以再砸回来呀 因为我们说高通也完全有可能走这种行情 是吧 这一块 这种 或者创新低也有可能哦 在这种各种可能性中 我们用我们的工具 去抓一些小利润了 那么半导体行业整体呢 也是有点这种感觉 是吧 周线图 你看 好 这些我先说这么多吧 我们这个明天盘前 再看一下盘前的选择哈 好 大家记得写几个字哈 拜拜